竞选盟2.0主席玛利亚晨今天在巴达林在野召开记者会 反对学委会扩大邮寄选民阵容 按部宪报把监狱局、消整局、海市执法机构、卫生部等 9个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列为邮寄选民 他质疑这项政策有欠透明 可能存在黑箱作业疑虑 让有心人操控选举结果 他说要让公务员履行选民职责还有很多办法 例如可以在正式投票日前一天 让军警人员到所属的投票站投票 同时废除军警家卷成为邮寄选民 毕竟如果在缺乏透明机制下增加邮寄选民组别 只会让选举更加不公 竞选盟2.0已经提成备忘录给选委会 希望对方在一周内做出回应